收访议员和出席者认为 无论是照顾年长者、年轻家庭或是企业 政府在方方面面都确保他们获得援助 但更重要的是心态上需要做出调整 以应对下来的挑战 来看记者陈庆林的报道 收访出席者对总理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各项政策表示欢迎 有年长者和企业认为 他们必须踏出第一步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印度瞬息万变的环境 我们设立了一个网站 然后网站让我们走出我们的邻里 然后可以卖到全新加坡去 然后甚至卖到国外去 我们希望是跟不同的学府来合作 包括政府的部门 总理也提出新的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 工会认为除了被裁的工友获得照顾 企业也将受益 人力比较痴情的情况下 很多小型公司或者是中小型公司都在找工作找员工 那有了这个计划过后 有更多的员工们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 接受这个适当的培训 也有说访计员表示 新住屋和新家庭政策将能协助年轻夫妇在工作和照顾家庭之间求取平衡 让我们的住房政策与时并进 跟我们的这个社会还有年轻人的理想与时并进 也希望我们的年轻加坡人们可以不要再延迟结婚 还有买房组织家庭的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想加强亲家庭文化 我们必须要投入资源来帮助新父母 我们也必须要雇主和工作伙伴的合作 我们现有的产假是 他们的框架是根据旧时代的那种性别角色的 母亲的产假比父亲的多了许多 不单只是延长这个产假的问题 工作上雇主和工作的文化也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才能够让父亲能够充分的使用 她快乐 祝福全体化 救 rapport与 시간 相优的 新年